前面 我们上个礼拜重点是摆在有关资料库的部分 也就是说延续于上上礼拜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库、建立资料表 然后有哪些栏位 那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新增嘛 就是insert into 然后取出来就select,就查询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删除资料 修改资料 OK 另外的话我们有做了一个变化题 就是读取那个 会员资料 会员资料的话呢 它是一个档案 OK member.tst 然后呢是放在那个根目底下 我们有一个 文字档案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member.tst 五个栏位 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 第1个啦,那读取 所以你需要什么,复习前面的那个 档案读取 f等于open 然后member.tst do.r 然后把资料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当然要切割啦 因为它中间是逗点 不然的话你要把它放到资料库的话 资料表里面是一个一个的栏位嘛 栏位要把资料分开 所以 你必须切割 切割我们可以用Splitter Splitter之后的话 它回来就是一个串列 那分别把串列里面 第0个就是第1个资料 到第4个 分别把它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在Insert into到那个什么呢 到这个资料表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member01的一个资料表 如果你有这个资料表之后才就可以做查询嘛 比如说你要查编号 查姓名 查他的生日 生日的话就between end 有没有 然后还可以查什么 查电话 甚至查血型 比如说你要做个报表 这个会员里面哪个血型资料最多 占比 四个血型 你画一个圆形图 哪一个血型最多 你就知道说 比如说现在健身中心很流行 哪一种血型能追冲动 所以要用不同策略 对人啊 先知道他的血型 我假设啦 OK 然后就可以 见招拆招 真的不同血型的人 你用不同的行销策略 真的有时候 蛮骤效的 OK 真是他有星座 所以如果我需要这些相关的资料 那怎么办 当然第1个 我需要 先把那个档案 把它汇整到我们的资料库 那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做分析了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Esser里面有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 这个枢纽分析图 马上就可以画出来 当然如果你今天要Python的话 就可能会需要写程式 还需要相关套件 像枢纽分析表你可能用一个叫 Pandas的一个套件 然后绘图的话呢 它有一个这个 MathPrylab的一个 这个画图的一些套件 那当然 其实做出来的结果一样 只是一个是什么 那个Excel是用 滑鼠 拖拉 产生结果 对吧 那 Python是 要 自己动手写程式 OK 差别在这里 难度 其实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哪一个比较困难的 对啊 当然会觉得 可是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是一样的东西 OK 只是说 用的工具不同而已 那 当然 Excel 如果你用Excel的数据分析表 它其实也可以结合VBA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动态的 画很多的 数据分析表 产生 这个 大量的报表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数据分析表 结合VBA 但那个部分你可能要 懂得录制聚集 看一下它里面的 一个层次物件 然后再会做个修改 一样可以 做出 自动产生 报表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产生 数据分析图 其实也可以 配合VBA 一样 用它里面的那个 物件 一样可以自动产生图 OK 图表 报表其实 都可以自动完成 OK 不过 那个部分的话 等于又是VBA的 再进阶的一个 相关的应用 OK 其实如果 有兴趣的话 后续其实我会 会有开这方面的课程 就是 一用那个VBA做 刚刚讲的 就是图报表的部分 OK 然后配合什么 配合爬虫 不过爬虫的话 也是用那个 VBA爬虫 其实两边都可以做到 只是说呢 如果你假设你选的工具 自己sale 当然最好一套 有没有 其实说真的 两个做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换个工具而已啦 OK 好啦 反正这些都工具嘛 就像说你今天要 要到高雄好了 方法很多嘛 对不对 就看当然你可能要 计算你的 测试嘛 你的成本 如果你不缺 你可能做高级是最快的 但是却应该是最贵的 OK 如果坐火车也可以到 不过时间可能要 至少好像五六个小时吧 OK 当然甚至自己开车也可以啦 可是可以开车体力要好一点 不然的话就是 有自动驾驶 这危险 现在很多自动驾驶出事的 OK 好 那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独局档案 再来就是什么 把资料切进来啦等等的 另外的话呢 有关那个爬虫部分 其实爬虫 其实现在也蛮热的 因为 主要原因是 网络资料太多了 现在越来越多资料都放网络了 放云端嘛 可是问题 你不可能说用人工的方式 每天都在爬吧 尤其像金融 金融相关的资料 股市资料 外汇资料 期货相关资料好了 那如果你用人工每天 因为这个资料每天都有的 而且全世界也都有啦 OK 那你不可能说你每天 都找个人专门去爬这些资料吧 然后如果你只是想要看报表而已 那报表你有个逻辑有个演算法 是不是你应该写个程式自己就可以有个结果出来 甚至呢 他会帮你判断 判断完之后的话自动把结果告诉你就好了 报表自动寄到你的信箱 有没有 如果当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啦 你就 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程式开的状态 随时每天一段时间统计一下 甚至一个小时 10分钟都可以 你可以设一个 时间 或者是闹钟嘛 类似时间到可以做 电脑开着就可以做啦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帮助你 可以做很多事 你不用说找一个专门的助手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程式 主要目的慢慢就是说 有些事情你可能需要大量的助手 那这些事情的话慢慢有程式 你就不需要助手 OK 而且其实程式可靠度 其实还比助手还来得可靠 因为你跟他讲的他不会说 自己有点 取巧 用一些其他方法 他一定按照你的程式逻辑去跑 就怕说你程式写错了 或者电脑没开机 那当然 就不OK啦 所以其实撇除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 还蛮可靠的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可以 那我们刚刚讲还没牵涉到那个AI 还有像机器学习 因为如果你的演算法逻辑都固定 那他就跑固定的 但如果里面的话你希望他自动可以做一些 怎么讲微调 或者做一些改进逻辑的话 那你可以加上AI 然后让他具备有那个机器学习 或者深度学习的功能 让你的什么呢 程式逻辑会自动修正 OK 那当然里面的话你可能要加 不过这个是下一阶段 我们需要加的 OK 所以 这个部分要上一点 今天的话我们接着来看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就是 做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料库 把会员放进资料库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有关那个 所以待会请各位再开启那个云端白板 里面的 06 6的话是因为 好几个 因为第六个单元是网路爬虫 那我把它拆成 6个单元 因为它太多了 光爬虫 部分的话 就 牵涉到的点蛮多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 我要抓取的是网路上的资料 最常抓的像CSV 像一个Jetson XML等等的资料 那请各位开启这个 06 01 这个 云端的 这个讲义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 你们可以先执行这段程式 这段程式的话 主要目的是抓取什么 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其实这个来源就是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你Google 打开放资料 网路上一堆 像政府的开放资料 我就找那个 台北市的那个开资料的什么大平台 那里面的话 等下你们点一下这个链接 在第第四页的地方 第四页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资料是 这边的话 总共 有这么多个 1234567 然后这个应该是 去年的资料吧 0101应该是1月1号 到7月14 然后7月16到7月31 所以它把它区分成这么多个档 那我们就先抓第一个好了 那以前的做法如果你不会爬虫的话 你就变成你要怎么样 点它是个下涨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下载在下面 那你可能因为它是个CSV CSV的话呢 你直接就可以用Excel开 所以打开了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的话 就被打开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做后续 的这个统计分析 那只是说我们重点是 如果今天 我不要下载 因为下载的话便有个档案存在 我希望什么样呢 我直接去抓它的资料放到城市里面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说 产生一个档案的 那如果你用档案的话 一按F的Open 一样可以开它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是直接 去抓那个路径 所以以后如果 如果我不要去下载的话 我就不是点 点那个 滑鼠的 左键嘛 如果你要抓这个这个连结的话 请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复制 什么呢 连结网址 就这个 它复制下来的这个网址 其实就指的是那个CSV的档案 在那个主机里面的什么位置 OK所以特别注意 复制连结 网址 那我们首先需要这个网址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这个 Python里面 它提供了一个套件 叫Request Request有个方法叫.get Request.get 那我只要把 什么呢 把这个网址给它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CSV档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抓回来了 OK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可能你们要先确定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说你们的那个spider 你们是现在的版本 是不是最新的 那如果你不是最新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执行之后的话 可能会看到就是说 底下有个错误讯息 我看到错误讯息 我好像在上面这边有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说你这边会显示出什么 No module name request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Request这个套件 它不是预设就帮你安装的 那也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们要懂得怎么去安装 安装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 不过会牵涉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把那个什么命令提升资源打开来 就是像DOS的东西 而且你要在DOS上面 去打一些指令 当然其实对以前我们习惯DOS很简单 对有一些同学来说 大概是大问题 所以我demo一下 你们等一下先 我先确认一下 你能不能work 如果可以work那就不用装了 如果不能work的话 那你就试着把它装装看 那首先的话呢 怎么去安装 相关的套件 首先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一样你要先找到你的cd底下的这个 Python的384 那再找到那个scripts里面 OK 那scripts里面呢 因为会有一个叫 PIP的 这个.es的执行档 那其实PIP 这个.es的执行档它主要是 可以帮我们安装 这个 外部的 套件 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OK所以要必须透过它啦 那只是说要实行它的话 必须 下指令 OK 所以 再来的话 如果你没用过dose的同学 可能 再注意一下 其实也不难啦 但是那个动作可能 对各位来说应该是有点陌生的 首先的话呢 进到这个路径之后 在上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什么 你的位置列上面这边点一下 然后把它 输入什么呢 cmd cmd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windows里面的那个dose 叫出来 cmd应该是cman cman就是有点像 命令提示字 就是说我们 透过文字 透过 自己打那个程式 去呼叫 这个 相关的功能 Enter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它自动会出现cman号斜线 然后我们的这个python384 斜线 scribus 然后后面的话呢 如果我想知道 我的那个 这个 384里面有没有安装那个request 其实 记得一个指令叫 pip 空一格 里面的话打个list list就清单嘛 然后意思说 帮我把那个 我的 这个环境里面 有安装的 相关套件 帮我列出来 Enter一下 pip list 我看了一下我这边电脑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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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想知道说我到底我电脑里面有装 有没有装的话我就打个pip 空一格 里面打个list Enter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会出现 第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套件 那我看了一下我这边电脑 的那个版本 是已经有了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其实就不用安装了 OK就比较简单的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要自己 去下一个指令 去把它安装起来 什么样的指令呢 就是pip install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那个request 打的位置就跟刚刚pi 就是把pip list 改成pip install 然后空一个request enter 那理论上 它就会到 网路上去帮你把request这个套件 装到你现在 的这个python环境里面 OK 不过这个就是理论上 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说理论上 因为我们这边环境 之前是装了太多版本 因为python可能有装 3.6 3.7 3.8 现在已经太多版本了 所以如果你下这个指令 好像会有那个环境变数的问题 就是说 它可能会出现错误 OK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是完全没安装过的 只有装过我们这个环境 那是OK的 所以如果说呢 你假设版本太多的话 我是建议你下面这个指令 叫python 然后1-m 这个是强制 这个pythonm这个是强制指定的是我们现在384这个版本 底下安装 不然的话 因为我们 现在的电脑 有太多个版本 它不知道帮你装在哪个版本才是正确的 所以特别是 假设说呢 比较正确应该是下面 这一个 这个是比较 这个 没有区分说你要装在哪一个环境底下 因为 环境太复杂了 除非说你重新安装用上面的方法 好 那 应该都有吧 你们那个 有吗 有的话就不用了 直接可以跳下面 好那如果说已经 有了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那个云端白板的第3页 这边有一个E下载 资料的下面这一段程式 那这一段程式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可以先把它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到哪里 到我们这个 先开一个新的module OK 新的module这个地方你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一段程式的话基本上第1个 Import Import什么呢 Import这个request OK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利用request这个套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get方法 get的话呢 其实是get什么 get网络上的那个资料 然后把它全部 抓过来 然后面的话呢 就加一个刮符 然后 加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里面放什么 其实就是放我们刚刚 在那个台北市的 这个什么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这边有个下载 按右键有没有 有要复制连结网址 其实就是 假如你要抓这个 这个是这个嘛 如果其他的当然也同样方法 按右键你可以把它复制 那我们把那个网址贴到哪里呢 贴到get的 双一号里面 就是 表示我要抓那个网络资料 所以 我把刚刚 这个 复制的东西贴上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点 encoding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你加上那个 cp 950 OK 为什么要cp950呢 其实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如果你假设 request你把它下载的 当然你可以把刚刚那个 按左键下载 我好像之前有下载过 就这个嘛 那我怎么知道一定要加上 那个cp950呢 这个时候你把它按右键 下载的那个档 它是一个csv 当然你直接点左键两下 它会用ysale开 可是哦 我们现在不要用ysale开 我们用什么开呢 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直接用那个开启档案 右键 把它开启用记事本 那记事本的话你会发现一样可以开起来啦 其实哦 点csv呢 跟点tst 其实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副档名不一样而已 那csv的话呢 它的 最大特性就是说 它 利用逗点分隔 分隔资料 也就是它的固定 里面一定都是逗点 OK 那我怎么知道它里面编码是 这个cp950 请你档案里面 找到另存 尾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编码也是关键 它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编码的地方 如果它出现的是ansi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编码 就要用cp950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看到ansi 那我们那个request里面的那个参数 记得哦 你就要加上cp950 那其实哦 不管是ansi或者cp950 值得都一样的东西 其实就繁体中文 就是big5 big5的那个编码方式 OK 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好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 如果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 跟那个f 物件刚好颠倒 f 物件是utf8才要加 那 ansi不用加 那request刚好颠倒 是 ansi要加 但是utf8 刚好不要加 OK 刚好颠倒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他们不同意一下 对哦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 那个f 物件 其实是python内建的 一个模组 OK 一个function 那request是外部的 这个外部是 别人写的 不是python 这个里面原来有的哦 是我们从网路上 找到这个模组把它安装起来 所以那个写的人 是不同的 所以他的 写的那个什么逻辑也不一样 所以 变成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ok之后的话 所以encoding要加一下 也就是说我今天用get丢过来的话就是增加一个所谓的html的一个物件好了 好 ok 所以其实他其实就做什么 就是说把网路上那个档案抓下来 好 那就把它放在html的 这个物件 好 如果以后你指向是一个网页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网页里面所有的 HTML的原始码通通抓下来 那我怎么取得里面的资料 这边就要 请你在底下print html.test .test就是把里面的文字 通通帮我列印出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行如果把它写完之后 其实这四行 这个有点像 最基本的爬虫 也就是把网路上的资料 刷下来 OK 执行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到了得到的结果 假如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话 那恭喜你 你现在已经全部资料下来 但是如果你假设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那个 怎么 有一个语法这个 就是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no module Name的 Request的话 那表示你没有安装Request的 这个套件 那你就变成你要去安装 OK 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就不是 下载之后再用 档案把它开启 而是 直接 就是从什么 从那个 它的主机上面把资料给调用过来 OK 所以 这个的话就是 跟之前的差异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 如果我资料已经过来了 但问题第2个阶段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把那个这个资料 帮我放资料库里面 怎么做 所以 再来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下载的资料 我要怎么样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 第3个我们再来想说 如果这个资料下载下来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再利用这个资料做报表 比如说 这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市场 那到底哪个市场卖的 卖的输 输果是最便宜的 这地方其实可以统计资料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谢谢大家